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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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在明晚的同一时间段收看我们的这一段节目 好的主持人 我这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泽旭的详细介绍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禁毒日的宣传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树立剧毒的意识 提高剧毒的能力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热点追踪 因为在上周呢 我们节目当中报道了 19岁男孩意外死亡的事 疑似是触电身亡 那如今的事情已经过去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责任如何归属 相关部门的调查又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但这些一问 我们的记者呢 多方走访 了解了事情的最新进展 2019年6月11日 19岁来常务工男子刘某下班后 返回长城市河新镇新立村的租住公寓 结果走到楼梯位置时 突然倒地 经抢救无效身亡 根据目击者描述 以及医院抢救记录 家属质疑是出电致死 要求相关方承担责任 6月18日记者采访时 设施公寓已停止营业 现场始终联系不到负责人 电话无人接听 和新镇电力部门表示 会对相关设备进行检测 如今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星期 那么责任归属如何划分 相关部门的调查又进展到哪一步了 死者家属表示仍没有最终结果 那么第三方机构是否进行了相关检测 为了了解事情最新进展 带着疑问 上午10点记者再次来到了长春城郊核心供建所 在负责人未在的情况下 和他电话取得了联系 按电力部门的说法 由于鉴定中途中断 所以还没有最终的检测结果 目前他们供建设备没有发现问题 因此不承担责任 如果建家存在意义 可以继续鉴定 现场取证 之后 记者又来到了长春市路儿区核心派出所 从民警口中了解到更多的事情处理情况 民警表示 对于这起意外事件 他们可以将当事双方约到一起 但不参与到具体协偿内容当中 今天采访过程中 记者也试图和事发公寓方面取得联系 但电话依旧无人接听 随之此 死者家属方面表示 如后续些账就赔偿无法达成一致 将通过法律维权 首王都是巨阳名利报道 再来说说身边事 很多人租房子呢 其实是土省心 但是史先生这房子呢 租得很操心 这也是前几天我们节目当中报道的说 红旗街时代家园租户史先生遇到的问题 就是他租的这个房子 由于房东私搭采钢房 它属于违建 现在要拆 可是呢 这房主啊联系不上了 你看 今天记者也了解到了 这个违建的采钢房已经被拆除了 你看这房子都已经被拆除了 但是这房主呢 还是处于失联的状态 咱们来看看 记者偷打史先生所租的房子时 工作人员已经依法对房主私搭的采钢房进行了拆除 他家违建是2017年规划局认定的 认定了一处违建100平米 我们将它列入我们2019年拆尾计划中 并于今日拆除 记者看到 采钢房一共分为两层 里面地热 卫生间 厨房等一应俱全 史先生说 整个采钢房里面的东西 都是他把房子租到手之后新装修的 史先生告诉记者 去年4月份他和房主签了5年的合约 并交付了两年的租金 但是从去年9月份交取暖费开始 房主便联系不上了 而核顿上的电话也早已成为了空号 如今无论是他 城建还是社区都无法联系到房主 去年开始 由于那个这个违建的 楼下有个姓赵的阿姨 跟我们反映说那个楼上一直在漏水 之后我们就找到那个楼上的那个二手房东 它属于是二手房东 因为我们也联系了那个 就是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的产权人 但是我们联系不上 他也提供给我们那个这个产权人的电话呀 还有身份证号和什么的 我们也上派出所 多方也走访了 也问了 但是一直都联系不上 除了违建的问题 还有不少的糟心事 石先生实在是无心应对 希望红旗街西三胡同十在家园四栋酒单720的房主张先生 能够与他联系 共同解决问题 就想推这个房子 房主你就是尽快露面就行了 就想尽快你就联系我吧 联系我 咱协商赶紧给这个事解决了 省东市沐言张扬报道 再说说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 更是管出来的 怎么管呢 这离不开 严格的抽检 那近期呢 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就对市场上的20类食品 共975批次的样品进行了抽检 抽检结果呢 也进行了通报 其中啊 就有22批次的样品不合格 具体的有哪些呢 咱们来看看 吉利省市场监督管理厅近期对20类食品 共计975批次的样品进行了抽检 其中不合格样品达到了22批次 此次共抽检高点85批次 不合格样品4批次 酒类110批次 不合格样品5批次 肉制品50批次 不合格样品1批次 蔬菜制品40批次 不合格样品为8批次 调味品68批次 不合格样品4批次 其中不合格产品为 长城市近开区一东商城大三元超市销售的标称 吉林市稻香醇酒业有限公司 生产的头盗牌稻香醇42度9 酒精减出值低于标准规定 长城市草根超市清新路店与台湘院店销售的 标称吉林通化企续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长白老流算菜 5批次样品均检测出不允许使用的 拓阳乙酸长城市路原区百姓之家超市销售的标称 德惠市好酒房酒厂生产的营养小米酒 与椰撒大米原浆酒精检测值低于规定标准 吉林市传营区浩原富时超市销售的标称 吉林市马婆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辣白菜 防腐剂减出值超标 永吉县岔路河镇庆丰富时商店销售的标称 吉林市道香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毛毛虫面包 拓阳乙酸及其纳盐减出值超标 通化山城薄利食业有限公司地下分公司销售的标称 通化县大昌蔬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大昌酸菜 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 白城市明科多超市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 吉林市英树公贸有限公司生产的牛板金菊落总数超标 榆树市多家商超销售的标称 榆树市春雨调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高醋 饺子醋饺子酱油均检测出规定中不允许出现的添加剂 对于抽检中发现的22批次不合格产品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已告知并通报当地监管部门 依法予以查处 相关地区监管部门已责令经营环节有关单位 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 如消费者已购买或在市场上发现通告所列的不合格产品 请及时拨打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电话12315进行举报 省王都市海波名利报道 衣食住行每一样都得有安全做支撑 刚刚我们说的是吃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出行的安全 咱们来看看 为了减少事故发生却完全出行 省高速公路官局也是结合省内的实际情况 对夏季预防道路的交通事故进行了分析研判 同时也给您提出了一些安全提示 咱们来看看 近三年 我省高速公路夏季交通事故发生的形态 主要以双方事故为主 占事故总数六成 其中双方主要以追尾事故为主 占双方事故总数四成 单方事故主要以撞中央隔离带或右侧护栏为主 占单方事故总数七成 引发事故的违法行为主要以疲劳类违法行为为主 占事故总数近八成 下季这种疲劳驾驶是交通安全的第一危害 再次也提醒管车驾驶人不得连续行车四小时 每次停车休息要不少于二十分钟 我们一直强调就是逢三必进 就是你经过第三个服务区时 我们强烈建议您进去休息二十分钟 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止飘驾驶 同时省高速公路公安局也结合工作时机 总结了下季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六大提示 出行前检查轮胎胎压 行驶时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等良好的驾驶习惯 都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 爽都市则绪张阳报道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鹤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线舒适加空调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喝熟水 珍洁可 大锅品牌金麦郎200开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展兜云二十一到三十一摄氏度 白城小雨展晴二十一到二十九摄氏度 松延晴二十二到三十摄氏度 四平晴二十到三十一摄氏度 聊天晴十八到三十三摄氏度 吉林晴二十到三十一摄氏度 通话晴十六到二十九摄氏度 白山晴十四到三十摄氏度 延级晴展兜云十七到二十九摄氏度 长白山晴十三到三十摄氏度 长春晴展兜云二十一到三十一摄氏度 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游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处讯银行吉林省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马自达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地产中介公司人去楼空 消费者供货商不知所措 合同结束的时候应该是五月十八日 也没给我们完工 催他多少次 后来就是打电话也不接了 我之前给打过电话 他根本就不接 欠我现在一万多吧 男同学约男网友看电影 谁承想竟被骗了净万元 看着样子像是就是 老板或者是同事给他打电话 来寄一些东西 他就把我手机要去要寄东西 爱犬借养意外走丢 主人索赔商家叫苦 一万五千块钱就是所有的费用 狗主人花了八千买的 给他买的狗食都是五十块钱一起 再加上竞争损值费 我会按协议的十倍去赔偿 是赔偿五千块钱 一万五这价格我们没法赔 因为这个价格太高了 本来由BN战利耀 从而BN片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首昂都市 身边事儿 我们先来说一说 跟房子有关的话题 2007年 长春市民郭先生购买了 长春市立望康景小区的住房 可是上个月 在办理产权证的时候 却发现 自家产权证上的面积 与当时购房时 开发商给出的购房面积不符 少了好几平米 但是对于这少的几平米 该如何退还差价呢 郭先生与开发商之间 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郭先生说 这两套07年买的房子 它是以2500元每平米的价格 按购房发票 148.85平 372125元钱所够 可是近期给房屋办产权时 却发现房产证上的实际面积 为144.98平 两套加在一起 一共少了7.74平 19350元钱 郭先生觉得 地产公司的收费标准 很不合理 差好几平的事儿 我拿着购房合同 然后还有新办的产权 之后还有购房发票 我就到立望地产 找着他们客服 他说一周之内给处理 然后现在是呢 又过了一周 打电话 已经就说 就是无限期的腿 给你去那个查 但是具体期限没有 随后为了进一步了解此事 我们来到了 位于金钱路附近的 麒麟省 立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可是此事 相关负责人并不在场 表明来意 过了五个小时左右后 工作人员 给我们打来电话 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郭先生 房屋面积差价一事 他们会在查询 核实后对其给出相应处理 目前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中 收网组织报道 眼下呢 我们进入到了一年当中 降雨最为频繁的阶段 而对于家住吉林市 昌玉区 昌盛小区 五号楼的贾女士而言 她也迎来了一年当中 最糟心的日子 因为只要外面下雨 他们家就会漏雨 为此呢 她也多次找到相关部门 联系维修 可是四年过去了 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从1999年开始 贾女士一家 就在吉林市盛昌小区 五号楼四单元六楼居住 前几年 家中厨房客厅的墙壁处 开始发生漏水的情况 并且一年比一年严重 原来就顺着墙体走 然后你现在就是 从屋里头开始滴的 要下雨 外都晴了 咱屋里还下 从贾女士提供的视频上 记者看到 漏水时 她家的窗台 橱柜 燃气灶等位置上 都是水 窗户的外墙皮 也有部分脱落 采访时 虽然外面没有下雨 但可以看到 贾女士家 仍有滴水的情况 并且她们家厨房 和客厅的墙壁上 都是过水的痕迹 已经开始发霉长毛 贾女士说 她们家属于公产房 每年都给辖区所在的 房管所 缴纳一定的租金 发生漏水后 她们曾多次找到相关木门 也确实来查看维修过 但一到下雨 还是会漏水 并且她们家 这栋楼 楼上和楼下的住户家 也都有漏水的情况发生 那么贾女士家 到底是什么原因漏水呢 记者首先来到了 吉林市盛昌社区 了解情况 它九个单元 它应该是两栋楼 这个是没漏水的家 正好处在这两个楼中间 那个分线缝 这个位置 分线缝里进水以后 通过暖房子 大家不有一束本板 这个本板和那个 江书记说 盛昌小区没有物业 属于气管小区 但贾女士的房子 是有产权单位 她们家每年都缴纳 一定的房费 没有欠费的情况 所以就应该由房产公司负责 对此 她们社区也曾多次联系 房子的归属单位 随后记者也拨打了 吉林市一星房产 经营有限公司的电话 但无人接听 记者又来到了 该公司所在的办公地 此时公司大门紧闭 没有找到相关的负责人 之后 记者也曾多次尝试联系该公司 都没有联系上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 吉林市盛昌小区的产权单位 能早日与贾女士取得联系 将漏水的情况进行维修处理 守望路士 温泽之刚 吉林市报道 有句话说得好 办法总比问题多 关键是有人来牵头 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 这个长春市南关区复联小区 其实曾经呢 就是一个问题很多的小区 但是呢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的努力 现在小区的建筑垃圾和菜园子 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环境优美的小花园 住在长春市南关区复联小区的 程先生对记者说 自己所处的小区 是开放小区 没有物业 以前自己家的楼下 堆满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还有居民在这里种菜 2017年 长春市南关区桃园街道 长远社区对这里进行了改造 现在这里成为了 它主要的休闲场所 在过去就一样 都是些建筑垃圾 我们走道走不过去 我们有点 久的社会很不方便 通过这次给我们小区改造 我们现在觉得非常 就是我们心里非常愉快 长远社区的张副主任告诉记者 他们把小花园分为几块 取了不同的名字 栽种的树木也被居民所领养 这样做可以让居民 有更高的环境保护意识 让美丽的环境可以持续下去 很多居民还利用这个空地 种起了蔬菜呀玉米呀 然后导致这个周围环境 特别脏乱差 我们把这一家的亭左右的地方 修建成了现在的这个 小花园 改造完成后 为了让居民都有一个 共建共享的这个意识 让居民都参与到 那个绿地领养 这个活动中来 让每个居民都能自发的 来维护我们周围的这个 小花园 爽东市博园海军报道 身边的非法营运要带您认识 一位任性的黑车司机 怎么个任性法呢 他收费啊 不看路程 看心情 6月11号上午在长春南 收费站附近 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 管理局的执法人员 发现了一台车牌号为 G1H G7开头的私家车 车上搭载了4名乘客 存在着非法营运的嫌疑 而就在执法人员想对其进行调查时 该车司机却拒绝打开车窗车门 为执法带来阻碍 经过现场执法人员的反复劝说 该车司机终于下车配合调查 而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执法人员了解到 当天该车司机从静宇附近出发 搭载4名乘客前往长春市区 在执法人员询问其收取车费金额时 这位驾驶员回答的可以说是十分随意 那就是没有定价 收多少钱全看心情 一个人怎么收费 他就看心情 心情越来越想 不是不是 该咋的就咋的 乘客说是在静宇县通过电话联系 他们这种黑车一般都有微信群 或者是预留的电话 一般来讲 此类跑线黑车 每日往返一次 每位收取100元 据介绍 目前我省正处于严查黑车的重点整治阶段 执法人员当天已经对该车进行了暂扣 并对驾驶员拟做出5万元的行政处罚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首王都市 程翰广为报道 说完了任性收费 再来说一说任性出行 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 这是在道路安全法当中有明确规定的 但是接下来这位呢 却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 查导航 理由是什么呢 想回家 5月31号下午3点20左右 严际分局在严际西站口直勤的民警 揽下了一辆 刚刚在禁止标线数停车的清醒货车 肯定他那是怎么 你站你看我站也来 对 需要对你进入法 他们都不知道 那没办法 高速公路上全线禁止停车 那是对你进行处于处罚的 违法纪念标是指示的违法行为 对你处于200元发稿 扣三分处罚 那别扣分了 没办法 那你照过 照过不了 民警这说的多明白啊 处罚原因 处罚标准都解释得一清二楚 可这位驾驶员却不正想 他一直要求着民警别扣分了 你别扣分了 你不许要过破 就我已经跟你讲了 原来这辆车之所以停车 是因为坐在副驾的车主 想要提前回家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 要从二人的出发地盘石 走高速到凉水 必须要经过延吉 而且这一车货要卸到延吉 车主再着急 也得等卸了货再走 那为什么还要在没卸货之前 在高速公路上围停查导航呢 这两位没有解释 毕竟这违法行为出现了 就要接受处罚 最终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民警依法对张某实施的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签指示的违法行为 给予罚款200元 驾驶证及三分的处罚 手上都是一阳编辑报道 细节决定安全 这个细节呢 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习惯当中 那今天的交通违法曝光台 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身边 那些不借安全带的违法行为 在长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提供的交通违法车路图片中 我们看到 一辆蓝色货车在行驶至 亚太大街与南湖大陆交汇处时 路口监控设备 涉入该名驾驶员 没有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我们看到 该驾驶员身穿白色上衣 违法行为明显清晰 在电台界光顾大街交汇路段 一辆银色面膜车的驾驶员 同样没有扎安全带 虽然该车辆在行驶当中 但违法细节拍摄准确清晰 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将被处于50元发管 驾驶证不计分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过开车上路咱们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 下面这位可真是没把交通法规放在眼里 最后不仅这罚款得交 还要面临拘留十天的处罚 下面这位司机的行为也是挺奇葩 大哥上高速尾停居然喂了割草 这样的行为太不应该了 多危险呢 可不是嘛 最后又被罚款又被计分了 太不值了 下面发生的事也是挺气人的 女子错过公交 竟然追一路挡车骂司机 真的是太奇葩了 有这力气 还坐啥车呀 就因为你的任性行为耽误了一车人的时间 希望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荒唐 地产中介公司人居楼空 消费者供货商不知所措 合同结束的时候应该是5月18日 也没给我们完工 催他多少次 后来就是打电话也不接了 我之前给打过电话 他根本就不接 欠我现在一万多吧 男同学约男网友看电影 谁承想竟被骗了近万人 看着样子像是就是老板或者是同事 给他打电话来寄一些东西 他就把我手机要去要寄东西 爱犬借养 替外走丢 主人索赔 商家叫苦 一万五千块钱就是所有的费用 狗主人花了八千买的 给他买的狗食都是五十块钱一级 再加上竞争损值费 我会按协议的十倍去赔偿 是赔偿五千块钱 一万五这价格我没法赔 因为这个价格太高了 本来我们的BN专业要参合BN片赞助播出 热泪祝贺德士成功登陆美国市场 感谢德士大奶专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首网都市 今年三月初长春市民杨女士 与长春市的家臣房地产中介签订了装修合同 按照约定5月18号就要装修结束了 可直到现在这杨女士家还有很多地方没装完 但这家公司却已经人去楼空了 我是19年3月2日跟长春市家臣房地产有限公司 签订的是装潢合同 合同中明确标明 以方负责甲方除家电家具外的全部主裁 当时约定26000元的全部装修款分三次进行支付 我现在目前已经支付了总装修款的90% 一共是23400 杨女士说虽然支付了总装修款的90% 但是公司方面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装修 按照合同今年的5月18号装修就应该彻底完工 然而在这之前她就无法联系上 公司的负责人了 地板没给我上 橱柜 还有抽烟机 卫生间 脸盆做便 卫生间的门 还有卧室的门 都没给我上 合同结束的时候应该是5月18日 也没给我们完工 催她多少次 后来就是打电话也不接了 就是偶尔的个微信跟我们说几次 就说的是她有困难 那个晚几天 一等等到现在都已经延续都已经是一个多月了 在杨女士寻找公司负责人的同时 很多材料供应商也找到她所要欠款 找不到了 她我之前给打过电话 她根本就不接欠我现在一万多吧 罗先生告诉记者 起初这位肖经理来到店里购买装修材料 付款速度都很快 一来二去自己就信任了对方 然而最后一次进货后 她就与肖经理完全失去了联系 在整个寻找过程中 杨女士发现 小区内还有5家和她有着一样遭遇的住户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杨女士与供货商和干货的工人 一同来到长城市加成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 然而除了公司排便以外 人去楼空了 随后他们也在工商部门查询到 这家公司的注册资质均属合法 记者也在杨女士手机里 看到了部分她与肖经理的对话 对方称是因为自己遇到了困难 才拖延了工期 然而并没有说何时能够复工 我现在就等我这边的钱 然后你说你们也着急 他们那边建材也好啥也好也都是着急 天天给我打电话 你想你说这么多人一给我打电话 我这精神压力也特别大 然后每天谁都问我给我个具体日期 我给不了这个日期 如果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你不能给我们装 你可以出面来解决问题 咱们把这个合同咱们可以解除 解除你我可以再找别的照修公司给装 记者也按照合同上留有的电话 试图联系肖经理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神接听 目前杨女士表示 如果肖经理再不能面对面的解释解决问题 他们会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进行起诉 最终维护自己的权益 署网都市张默新谈报道 你说您这公司出了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 还说自己精神压力大 自己还委屈上了 你说这让客户怎么办呢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下一条新闻 也是要寻人 寻谁呢 一位网友 在本月初呢 在长春上大学的刘同学和一位在网上认识的朋友 一起看电影去了 没成想 观影途中呢 这位朋友拿着刘同学的手机 还有寄存箱里的包就消失了 6月9号那天 然后就是本来约好和朋友一起看电影 但是临时朋友就是有事就爽约了 刘同学说这时他突然想起 微信里曾经加过一个男网友 约过自己看这部电影 所以他便给这位网友发了信息 朋友圈之前一直有一个人就叫我跟他一起去看电影 但是我就是之前一直没答应 然后就碰巧那天就是可以一起看电影 刘同学告诉我们 这位网友可能是自己通过社交软件加入到微信里的 所以以前没有聊过天 只知道对方叫曾益 今年24岁 不过见了面后 曾益就很快取得了刘同学的信任 见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把那个那个星巴克都买来了 后来我又渴了 然后又要买水的时候 也是他买的 然后电影票 电影票我要出钱 他也不让我出 到了电影院 刘同学和曾先生将随身携带的包存到寄存箱后进入到影厅 但让刘同学奇怪的是电影开演后 这位朋友却一直在睡觉 直到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看的样子像是就是老板或者是同事给他打电话上来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他就把我手机要去要寄东西 没有防备心的刘同学便把自己的开机密码告诉了他 但让刘同学没想到的是直到电影结束 这位曾先生都没有再回来 发现不对劲的刘同学马上去寄存箱一看 傻了眼 存包的箱子早已空无一无 意识到与人不数的刘同学马上借了一部手机 登录了自己的微信 发现不但曾先生将自己拉黑找不到了 同时还用自己的名义发布了一条借钱的朋友圈 发现那时候我的微信钱包里多出了500块钱 然后一看聊天记录发现有人在给我发钱 我朋友说他发朋友圈 支付宝换微信 微信换支付宝 然后通过这个来换钱 刘同学告诉我们 网友曾先生用自己手机里的借贷软件 借了2500元钱 同时向自己的同学借了1000元钱 包里有300元钱和一部手机 加上看电影时借走的手机 一共损失近万元 借贷软件借了2500 还有包括我钱包 钱包里有300多 再加上借我同学的1000 都说吃一欠掌一致 刘同学说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他也想告诉大家 见网友有风险 交友需谨慎 目前刘同学已经报警 手上都市 武东海军报道 要说这位网友的消失是故意为之 下面要说的这个事 就可能涉及到看管不当 在5月底 因为要去外地 魏先生把自己押的小狗 就寄存在一家宠物中心了 可没撑想 还没到一天的时间 小狗就在宠物中心丢失了 宠物中心也提出了要赔偿 可是到现在 双方也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长春市民魏先生和妻子 一个月前从朋友处领养了一只 八个月大的贝林顿犬 一个多月的共同生活 让魏先生和妻子 对这条狗爱护有加 5月28号 两个人要去农村办事 为了让小狗得到更好的照顾 就把小狗寄养到了家附近的 一家宠物中心看护一天 可不想离开不到5个小时 魏先生就被店家告知 小狗在寄养期间丢失了 下午1点左右的时候 他就把狗给弄丢了 刚开始问家在哪 我告诉他家在那 过了40分钟 狗丢了 魏先生说 小狗丢失后 他们也多次出门寻找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宠物中心也提出了补偿意见 但是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赔五千块钱 你的想买是什么 一万五千块钱 就是所有的费用 狗主人花了八千买的 给他买的狗食 都是五十块钱一级 再加上竞争损失费 贼喜欢 小狗为什么会在寄养中心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来到了魏先生寄养宠物的这家店 位于长春市绿柳路上的 宠小姐宠物中心 那狗一是 它的那个岁数比较小 它给我们拿的绳 是主人拿的 它是一个套脖的绳 在的时候它就不走 它就往后走 完了之后 那个狗就从后面 把这个绳子给脱掉了 脱掉之后 当时它就往马路对面跑了 店老板表示 这类事他们是第一次遇到 事发后 店里也进行了寻找 但是没有找到 对于客户的小狗丢失 它们也愿意进行经济补偿 但是魏先生提出的赔偿金额 它们无法支付 它这狗大概在市场价 我们正常卖的情况下 在一千五到两千之间 就是往出卖的价格 当时那个女主人对这狗也挺 也说实话是挺喜欢的 因为它领养了 大概一个月左右 我们会按协议的十倍去赔偿 就是赔偿五千块钱 一万五这价格 我们没法赔 因为这个价格太高了 在店里 记者也看到 当初寄养时 双方的协议 的确标注有 最高不超过五百元的赔偿金额 但是魏先生表示 钱的数目 对他和妻子而言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感情上难以接受 我说了一万五 我补偿就得钱 因为呢 我养这狗养这么大 我就把他当孩子一样 我们是有感情的 感情是无价的 放了个车 那车的价值就是这些 那你让我赔你十万 赔你一百万 那不是 是不是在卡我吗 你可以找正常途径去解决呀 就是你可以去反应告我们的 都可以 事已至此 最终经过沟通协商 魏先生对赔偿金额做出了让步 双方达成和解 宠物中心 陪付魏先生五千元作为补偿 首网都市徐莹宇峰报道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台校车 还真是有点不靠谱啊 这不仅仅是超远 而且在被蓝停时 驾驶员是魂不在意 真是对学生们的安全置之不顾啊 6月17号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七开区大队的民警 在其辖区内的锦城大街附近巡逻时发现 一台面包车车窗上太阳膜颜色较深 有违法嫌疑 随即对其进行了接听调查 而在打开车门后 民警看到的是满满一车的小朋友 原来这是附近学校搭载 学生出行的校车 这几个这是 就这几个 绝对没超远 一二三四五六七 叫你这八个 这拉着满满一车的小朋友 车辆超载了 驾驶员还看似浑然不绝 一旦出了事故 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在现场民警不仅对驾驶员进行了扣分罚款 同时还耐心为其讲解了车辆超远可能造成的危险 与近期发生的各类超载车辆交通事故的案例 希望他能够引以为戒 杜绝此类交通违法行为 这一员是七个员对不对 现在装几个 八个 虽然重大就知道 非常没有 明白了 你既然是老师你应该明白 是我知道错了 认真改正 他这个车辆超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这个重量大了 他的惯性就大 那惯性大了 这个刹车就很容易刹不住 很容易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 我们对他进行了罚款200元 即三分的处罚 守望都市长汉光维报道 下面这事也跟孩子的安全有关 前几天在长春市一名两岁的男孩 在经过酒店旋转门的时候 这小腿被卡在里边了 酒店的工作人员和家长都束手无策 只得求助消防来解决问题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南关大队 岳阳街中队的消防救援人员 赶到现场后发现 南童的右侧小腿被压在旋转门 和地面的缝隙中动弹不得 孩子不断大哭 家长十分焦急 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孩子和家长的情绪 并用衣物保护幼童 利用液压扩张器 小心撑顶旋转门 经过十分钟的紧张救援 男童腿部被成功从旋转门内取出 随即送往医院 经检查孩子腿并无大碍 消防提醒家长在带孩子外出时 要时刻注意孩子安全 避免造成人身伤害 守望都市张言编辑报道 今天一大早 有网友在长春市万龙台北明珠小区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一辆小校车的车身被涂满了涂料 这是涂鸦创作还是恶作剧呢 咱们来看看今天的小手拍拍 今天有网友向小手爆料 在长春万龙台北明珠小区院外 一辆小轿车被刷满了白色涂料 网友表示并没有看到车主 估计看到自己的爱车被弄成这样 车主受到的冲击肯定不小 也不知道是谁为啥要这么做 跟人家有什么不愉快 也不能冲着车发泄呀 今天有网友给小手发来视频 说是昨天晚上他在路过长春市 同志街永昌路交会处时 路边的一个垃圾桶 不知道为啥着火了 一位途径这里的362路公交车司机 用车上的灭火器把火给灭了 路见着火急忙救 该出手时就出手 真是长春好司机 为他的热心肠点个赞 最近有网友给我们发来了一组爆料照片 说的是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们 以空气中的细菌为末 以培养机为画布创作出一批细菌画 同学的画作真是让人称奇 据介绍用细菌作画有严格的温度要求 而且在经过24小时后 细菌画才会显现 这种不确定性让细菌画充满魅力 浪柳编专利奥参额编片赞助播出5G看移动 世界看中国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首昂都市 近日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截至19年4月底 全省法院依托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累计公开案件187000余件 即使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 截至2019年4月底 全省法院依托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累计公开案件187133件 满足公开条件的案件公开率为100% 有效公开案件154137件 有效公开率为82.36% 发送短信48165条 成功电子送达文书160件 全省法院严格按照以上网为原则 不上网为例外的原则 创造性的开展了裁判文书公开一和双情模式 既以规章制度为核心 依托裁判文书上网率管控 与双百核查检验 做到符合公开条件的裁判文书100%公开 不符合公开条件的100%公式 其中裁判文书反向公开机制 是以刚性的标准形成有效的倒逼机制 不打折扣 不留死角的开展裁判文书上网工作 主案公布不上网裁判文书案件类型 文书名称 案号 承办法官 不公开理由 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全省法院反向公开裁判文书的省份 此举已被最高一名法院的司法解释 吸收采纳 截至2019年4月底 全省法院累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公开以生效裁判文书178万3606篇 公式不上网文书信息33万9976篇 以跨入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上网数量大省行列 网上都市应得海军报道 为今年建党98周年激发全体党员干部 投身药品监督事业的活力和热情 昨天下午省邮监局就举办了一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演讲比赛的活动现场了 那么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今天进入决赛的12名参赛选手 也将通过各种不一样的演讲比赛方式 来诠释对主题的理解 将个人学习成果与工作经验总结起来 以演讲的方式来进行表达 让每一个参赛选手都感触颇多 通过这次演讲这个机会 然后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 更加牢记自己是谁 我觉得对我是一个鼓舞 在以后工作上呢 会用这种不忘初心的精神 让自己更好的工作 也希望呢我这个年龄 能让更多的统治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来为这个工作做贡献 守王都市孙翘彭飞报道 这个月的局长接待日呢已经结束了 这次公开接访一共处理了多少问题呢 咱们来看看今天的便民服务台 六月份长春市五十一个政府部门 县市区开发区和公用企业一把手 即主要负责人公开接访 共接访问题一百八十七件 接访人数四百六十六人 半截一百六十四件 其中通过局长接待日网上预约系统 反映问题一百二十四件 提前处理并答复五十八件 接待并处理六十六件 长春站至上海方向的高一二一二次 高一二五六次高一二三四次列车 仅剩二档坐车票 快七十五次列车剩余硬坐车票 长春站至大连方向的高800二次 高800六次高8010次高8012次列车 二等座车票票额充足 长春站至三亚方向的Z384次列车 剩余硬坐硬末车票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日菜价 今天下幅最大的是大蒜 每公斤下降了4.1元 其他蔬菜价格都有小幅下降 首网都市编辑报道 23号在长春市进行了大型歌唱类 选秀激播节目 人人都爱歌唱家的海选 现场的120名选手进行了比赛 最终三名选手脱颖而出 代表长春进行复赛 6月23号吉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华夏文广传媒集团主办的 大型歌唱类选秀激播节目 人人都爱歌唱家 进行了长春市的第二场海选 120多名选手报名了比赛 参赛的选手囊括了老中青三代人 依次上台进行演唱 由于选手的专业程度不一 现场的评委老师也为每个选手 进行了指导以及点评 希望她们在歌唱的道路上 越来越好 我很惊讶的是一个小女孩 唱这样的流行歌 能够非常的微妙微俏 并提一点小的建议 就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要控制一下心带的力合 大家拿着麦克风的时候 尽量不要把自己的声音放得过大 或者是把麦克风放到嘴里面更近 这样听起来你的声音是很炸的 据了解本次海选即将落下帷幕 在这周末 赛事将会来到最后一站 延吉市 届时我们也希望 这里的选手能够用更好的状态 面对比赛唱出更加动听的歌声 我们不见不散 史王都市战斌静泽报道 在这炎炎的夏日 很多人都会选择喝一瓶冰爽的饮料 不过专家表示了 这冷饮虽然喝起来舒服 但不能真正解渴 气温越来越高 夏季标配当然得失 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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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好喝 因为饮料 我必须喝下饮料两块 饮料的味道会更好喝一点 便宜一点 然后下降的话也会比较加冰 冷饮喝起来虽然舒爽 不过大伙发现 喝的越多 越是感觉到 越喝越渴 越喝越渴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含糖的饮料里面 会有非常多的食品添加剂 而这些物质在进入身体以后 都需要水的代谢 所以它会额外的耗解很多的水 一些碳酸饮料里面 很多都是有咖啡因的 而咖啡因呢 就有利尿的作用 也会使我们身体的很多水分 被排出 更会觉得口渴 即便这样 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喝饮料 不过经常喝饮料 对身体可不友好哦 含糖的饮料 首先呢 它含的这个糖分非常的高 通常我们所喝的 500毫升左右的这个饮料 含糖量会达到30到50克 过多的糖的摄入 会使我们发胖 因为会摄入高能量 我们夏天啊 非常想快速的降温 喝的饮料 都是降一些冰镇的 所以这样呢 会对我们的咽喉 还有肠胃的刺激非常大 除此之外呢 因为含糖量非常高 它会额外的耗结 机体的B组维生素 而这种维生素的一种缺乏呢 又会导致我们会有失睡呀 非常的疲劳呀 甚至有些人会出现口舌生疮 上火的一些症状 那我们建议呢 还是去喝一些凉白开 包括一些淡茶水是最适宜的 另外温度呢 我们建议还是选择常温的 或者是这种温热的 中国一气森雅2729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办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一气森雅2729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展兜云21-31摄氏度 白城小雨展晴21-29摄氏度 松延晴22-30摄氏度 四平晴20-31摄氏度 辽缘晴18-33摄氏度 吉林晴20-31摄氏度 通话晴16-29摄氏度 白山晴14-30摄氏度 辽缘晴17-29摄氏度 长白山晴13-30摄氏度 长春情绽多云 21到31摄氏度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瑞峰S4 七万元江淮大众 共线SUV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瑞峰S4 七万元江淮大众 共线SUV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迎来祝贺 德市成功登陆美国市场 感谢德市大奶专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爽度士》 那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来听听观众反馈 首先是长城市民王女士遇到的问题 她说呢 明峰大街与公平路交汇处 明峰大街北行20米处啊 有根路灯杆的底座已经翘起来了 导致整个路灯杆已经倾斜成45度了 附近过往的行人挺多的 存在安全隐患 路灯的维修管理所呢 也维护了情况的已经详细泄露 这个路灯啊 涉及到的改造稍后呢 会转告给设计部门 他们也会提起问题 提起的温馨来进行解决的 请您稍后 也希望这个改造的工作 能够尽快地进行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明天等的时间 我们再见 明天见